这是中央电视台以前新闻联播片头里的一组画面 在神圣而庄严的国歌声中 映入我们眼帘的黄河雄姿就是山西虎口瀑布 还有人民大会堂里巨幅的黄河画卷 以及90版人民币背面的黄河图案都是山西虎口瀑布 这每一个画面都具有极其深刻的含义 为何在象征意义如此重要的地方 偏偏选取了山西黄河虎口瀑布 它有什么独特之处能脱颖而出 成为万里黄河的代表画面呢 寻原素本探虎口之名 打开尘封的书卷翻到历史的章节 相关的记载四地浮现 虎口的脉络渐渐清晰 虎口之名最早建于上书与共 且一以贯之书曰 记载在虎口 古记载者是山西极限所在地 至于虎口得名 古籍里亦多有描述 如盖和漩涡如意忽然 倾泻奔放自上而下 视如头湖 盖而言之其形如湖 其视如湖 顾名虎口 而今站在山西极限 一壶跃然眼前 画面栩栩如生 果然名副其时 大君波雾成虎口之美 虎口瀑布自羽辟梦门时 又经四千多年的二字青石 形成了这十里龙槽 虽是一铺一槽 却藏有万千气象 何况一记一景 更描绘别样风光 山西黄河河岸 有看湖口最绝佳的观景台 高山俯瞰 才借远出昆仑 掩大流 玉冠九曲 一壶书的威势 龙洞仰观 方知黄河之水天上来 奔流到海 不复回的拒绝 阳春三月 飞流直屑 万马奔腾 极致入夏 回旋翻滚 顿成汪洋 金秋时节 红叶相衬 浑然一体 树九颜冬 锐血相应 安详如眠 无数岁月洗礼 久经时光雕琢 素有着巨大的贯通节礼列系 和整齐的棋盘格式构造 他们坚默无言 却真实地见证着湖口的形成与变迁 点缀着湖口的壮美与豪迈 战场风云见湖口之果 湖口瀑布 北极吕梁山脉 南陵河东大地 西于陕西隔阂相望 东围近南重镇林粉 崇山夹治 两侧风高碧倒 秦晋分江 往来行传难度 因此湖口曾为历来兵家必争之地 风烟四起 战火频染 江土大小无常 俊械离合不定 湖口 看惯了多少王朝星体 演绎了无数英雄故事 晋文公崇尔曾在此忍辱避难 后来复国继位 横就了春秋霸业 唐高祖李渊曾在此建立水军 后来公路长安 开辟了大唐盛世 蒙古大将穆华黎 曾在此设立乌人关 明目闯王李自成 曾在此设立练兵场 而今远去了金戈铁马 淡居了骨角争鸣 胜得一段斑驳的墙和一座记忆的城 在夕阳下更解厚重 倍显沧桑 民俗画廊目湖口之风 湖口瀑布曾是黄河水运的南北咽喉之地 同时又是秦晋通渠 奈何山势微微重叠万刃 河水浩浩波浪千层 周急到此只得舍水登陆 是以周边客船星级如鱼贯之相连 店铺临舍似艳行之不绝 湖口因是交通要道商业兴盛 故其文化均接南北东西 其民俗亦是多姿多彩 每逢节庆 沿街常有许多节目表演 如汉地行船和威风锣鼓 竹马扬鞭与龙灯飞舞 快板棋拍与所纳同奏 至时游人如潮万人空想热闹非凡 奋勇奔流张虎口之魂 黄河之水吸出血缘 东归苍鸣 驱惯华夏魂细虎口 看万里魂河凸显破碍 奔流至此不可置业 于是永万青之波如犬残云 下百丈之崖更胜龙虎 其磅礴惊天之事 雷霆动地之威 令人荡凶爵子 汗破销魂 湖口一曲黄河大河唱 唱出了民族解放的时代强音 吹响了全国抗日的战斗警号 不过说华夏文明起源在黄河 那么无所畏惧而一往无前的湖口 秀是华夏文明千年传承所形成的民族精神的灵魂 厕马扬鞭借湖口之功 近年来 极县政府对山西黄河湖口瀑布 创建国家5A品牌之举 由以为重 旅游区基础设施正在逐步完善 服务质量亦在不断提升 与此同时 旅游区积极参与国际博览会 旅游推荐会 以及成功举办的飞跃黄河等大型活动 引得众多央视媒体聚焦 无数海外游客撑阳 瞻西黄河湖口瀑布 正以其极大的格局和气魄 向世界展开了它广阔的怀抱 我们坚信在各位专家的指导下 在各级领导的关怀下 在一代代湖口人的不懈努力下 山西黄河湖口瀑布旅游区 一定会为中国旅游写下精彩的篇章